秋風 唉唷 白癡喔 有姓名稱 屬姓 蜜蜂自殺中等一下喔 晚點再找 ungri 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印象吧 这款游戏 之前 还只有 英文 就无聊乱开发现它有中文 然后 角色还在 可是我的天赋全都零了 都没了 要重练了 现在 当 当个史蒂夫挖矿 你看有稿子 希望我不要睡着 还是有点大 等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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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游戏勒 等一下 麦克风挡到我了 怎么打 因为之前 这个英文嘛 很多东西都看不懂 攻击速度加10 这很久以前啦 去年的事情 哦 攻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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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太轻了吧 反正就是一直 闯地下城 然后 通关的游戏 传不过就 又重来的游戏 下午好啊 然后 也是会让我乱叫的游戏啦 崩溃就乱叫 而且我刚刚想说 我应该还记得怎么玩吧 结果回来玩发现 有些有改 跟以前不一样 没有那么简单了耶 真的玩不下去 我们再去找蜜蜂吧 我们再看 сп 才好 爱 这么简单就是因为没天赌 蛤 我现在还是没天赌的状态ね 我现在还是没天赌的状态呢 那個...你有看到血量下面有個藍色的那個一條一條嗎? 那個叫做衝刺 我現在是點衝刺額外加一 然後再加上這隻角色本來的加一 等於是可以衝...多衝兩次 然後我以前點的天賦是 你死掉後可以額外多帶一個道具走 所以你可以刷到一個神裝 一直拚命用那把神裝 天賦 好 快到了 那這是我們在做做衝刺 然後再刷開 雲 喇叭槍 那再來就是 我先探完吧 玩上角 玩得很好 玩 situação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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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這遊戲另外的東西就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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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我們先去把補血的刺回來 來這個!祭壇! 祭壇上面可以... 貢獻這個武器 然後會有這個值 這個值...達到頂的話 你可以回村莊 跟一個女生講話 他會問你要不要... 要不要獲得神器 啊...越滿蛋是越好啊 你越低都是拿少一些垃圾 暴擊威力...暴擊體力 然後這個... 因為每個人的寶石度是100 所以你要挑就是... 看你要吃一次好一點的 看73 所以你只剩20... 吃完之後只會... 飢餓肚子只會剩下27 啊...但是這邊都是50級50級 所以... 就...就去變吧 好...GOGO 因為這BUFF有限了 GOGO 可是... 可是我... 真的打不贏第一關耶 很奇妙耶 苦...苦... 苦頭頭 現在... 又跳太高 感覺會死很快 唉唷 他怎麼只會這一招喔 剛剛不是這一招啊 啊...就這個...就這個... 唉...還好啊 剛剛是有... 有很像... 他頭上會出現很多尖椎... 那個...椎型...冰椎... 然後往我身上戳 欸...不好意思...過了耶 金星鍵盤... 幹嘛的 蛤?這是武器喔?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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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每秒攻擊2次防禦1 對強敵造成...傷害加20% 喔...喔...喔... 等一下...我...我只記得我很討厭剛剛那個法師 因為他的技能會... 等一下...鍵盤掉出來了耶 好屌喔 好可愛喔 哇 蛤? 我要為了性命...拿那個嗎? 蛤? 蛤? 很虧 找到不拿了 蛤? 你不要放B! 大... 好貴的鍵盤喔 我等一下... 要掀機掉 你倒是射阿 你倒是射阿 唉唷 賣多少錢? 330 算了 攻速太慢了 我覺得還好阿 傷害高的武器攻速慢正常阿 其實這個很吵欸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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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被攻擊死了 喔這個 被打到會中毒 可是我不想被打到 是不是 Bryan 其實阿 我沒吃重餐喔 這遊戲爛就是爛在 很容易掉血 我沒有獻祭到 然後像那個啊 有天賦就是可以從這邊道具帶一樣走 像我之前就是故意帶一個 跑速會加比較快的 那趕場比較快的 可是那次死掉發現說沒得了 然後就很難過 那剛剛不是說獻祭嗎 獻祭就是找他 然後一點祝福的話 就是會送你這個條上 相對於你的那個 你給多少他就給你多少 然後 每次都要來這邊拿一下 免費的道具 然後換角色 然後換角色 像這個是基本的嘛 基礎的 那之後就在地牢裡面解鎖這些 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這邊有介紹 衝刺數加1 衝刺攻擊加33% 所以這是靠衝刺在攻擊的 那這個是你道具越多 傷害越高 但是你的血量會越低 防禦越低 那這個是 人馬 它就是 你的跑速越快 攻擊越高 那這個是 怒氣質 就是你打到一定的 能量槽之後 它就是會帶著熊頭套 然後變得 很強 阿這個是打印記 可是我忘記這個 怎麼用 因為剛剛 今天在裡面玩的時候 今天 打不太 打不太 知道印記 風險 滿 好像要紫色以上 有阿我風險滿過阿 然後就拿一個 紅色斧頭阿 不是斧頭看來喔 紅色連套阿 一定範圍力的敵人 一定範圍力的敵人 阿這個就是 你在一個圈圈內 我不知道它的威力減少是怎樣 是敵人減少還是自己減少 所以這個應該是適合遠存 阿這個也是遠存阿 然後槍阿 阿這個就 加防禦減體力 阿可是現在玩一玩完到 這個比較好 好啦玩玩看這個 妹子 可是我現在沒有那個天賦 可是我現在沒有那個天賦 對啊 現在比較習慣剛剛那個 礦工 我有看到印記了啦 太不明顯 你看血量下面那個櫻花 阿我去自殺 阿我去自殺 不 不開心 這妹子我愛了 這妹子就很漂亮阿 櫻花妹捏 可是我一直害她死我有點難過 所以這個妹子吃攻速的阿 那時候就拿一個紅色的鐮刀 她攻速就超快 然後就那個印記跌超快的 好可愛喔 夭壽喔 在下喔 阿我記得這個好 好像世界無敵ande 看 那個是後面 啊 啊 你在這邊啊 這個是要完成那個關卡才會有的 我去獻祭好了啦 反正我快死了 沒有你不懂我 我現在就是要拼命 拼命先祭 我現在因為 死掉天賦什麼都沒有很難過 好了可以死了 我怎麼記得以前 以前不會掉寶石度啊 我以前玩的時候沒有在掉寶石度的 讓我死 欸 差一丟丟 欸 喂 等一下啊沒點到天賦啊 換角色